《新約聖經》 我們提過 《新約聖經》 對阿伯拉罕有個很清楚的印象 是信心之父 所以 如果回到創世紀體 如何說他 有信心 信心是什麼呢 就 我們沒有時間 因為 入到阿伯拉罕就很長 經文 從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五章 不是最長 不過都已經開始入到 後面的三部份 是比起前面兩段 是長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集中來看 阿伯拉罕作為信心之父 最出名的一件事 就是創世紀二十二章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這一章的聖經 也是經常都會提到的 我們用少許時間 就可以比較仔細些 來去看一看 創世紀二十二章 第一節 《聖經》的記載 這麼說 這些事以後 神要試驗阿伯拉罕 很少的經文 是第一句就開鼓的 就是將個結論說出來 這是其中一次的例外 神要做什麼 我們經常都問 神經這麼殘忍 以撒也是他給阿伯拉罕 又要親手拿回 又要他親自 要傷害自己的兒子 上對為何要這樣做 神經會知道我們會問這些難題 所以一開始第一句 他就已經將答案開了鼓 神要做什麼 神要試驗阿伯拉罕 試驗考試 考試只有兩個答案 即是結果而已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是 PASS Fail 你想一想 如果阿伯拉罕 Fail了這個Test 即是他不肯 以撒會不會受到傷害 不會 OK 另外的五十個Percent 阿伯拉罕PASS 就好像這一張聖經的記載 以撒有沒有受到傷害 我們從錯的出發點去問問題 就讀不入這一張聖經 上帝的目的不是要傷害以撒 甚至不是要拿走以撒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問 聖經一開始就說不是 上帝只不過是要試驗阿伯拉罕 於是上帝就叫他阿伯拉罕 他說我在這裏 第二節就說 神說你戴著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獻為凡祭 有太人讀這一節的經文 就留意到 因為希巴萊文這一節很立刻的 不是中文聖經那麼詳順 特別是上帝說的第一句說話 你戴著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 就是你所愛的 就是以撒 那些拉比就問 為何這樣記載這句說話呢 就是上帝為何會斷斷續續這樣說話呢 那他們就 你知道拉比讀聖經 他們不是用理性去解釋的 為何啊 因為 邏輯 他們是用想像去解釋聖經 所以趙耳聽下去是不習慣的 不過你要學一下聽 這個是一個三千年的解釋聖經的傳統 很豐富 很厚的一個傳統 拉比說阿伯拉罕一聽上帝叫他 阿伯拉罕很聰明 所以當上帝說 你戴你的兒子 都未曾講完 阿伯拉罕就已經說 上帝啊 等一等 我有兩個兒子 你要誰啊 我們看看 上一章 以撒出生 是吧 以撒不是阿伯拉罕第一個兒子 是吧 你再看前面 以撒馬尼都出生了 所以去到二十一章的時候 以撒馬尼和夏甲被趕走的 所以阿伯拉罕問 你的兒子是誰啊 上帝就說第二句了 就是你獨一那個 你唯一那個 你唯一那個 阿伯拉罕又停止上帝 拉比說 不是聖經說 拉比說 上帝啊 對他的媽媽來說 我兩個兒子都是獨生子 上帝說 就是你所愛的那個 阿伯拉罕要死定了 上帝啊 我兩個兒子都這麼愛的 你要誰啊 最後上帝迫著 以撒 將軍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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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不是 你解釋 他清早起來 接著說下去 第三節 阿伯拉罕清早起來 為什麼要清早起來呢 因為不想撒拉 難了 等到撒拉還沒起床 就走了 這樣說的人 第一 還沒結婚 第二 不知道女性的特場 從來沒有一個家 爸爸和兒子起了身 那個媽媽都還可以起床 沒有的 媽媽通常是第一個起床 通常不起床的是爸爸 或者是兒子 就不是那個媽媽 阿伯拉罕的掙扎 其實還有第二個線索 不過中文聖經 都沒有翻譯出來 我試一下解釋給你聽 看看你同不同意 阿伯拉罕清早起來 避上爐帶著兩個仆人和他兒子以殺 劈好了凡濟的柴 就起來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到了第三日 阿伯拉罕舉目 遠遠看見那地方 阿伯拉罕對他的仆人說 你們和爐在此等候 我與童子往哪裏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們這裏來 第五節這裡說童子 當然了 以殺不是一個大人 最多是個teenager 可能甚至是個boy 一個年輕人 差不多 但是總之不是牛沽馬大 那樣的成年人 但其實這個童子這個字 就和中文聖經這書 兩次譯了做伯仁的字 是同一個字來的 所以再讀一次 阿伯拉罕清早起來 避上爐 帶著兩個童子 不如年輕吧 這樣容易些 帶著兩個年輕 和他兒子以殺 到了第三日 見到那個地方 阿伯拉罕就對他的後生說 你們和爐在這裏 我和這個年輕 往哪裏去拜一拜 聽不聽到啊 阿伯拉罕帶著幾個年輕人出門 三個 一個是以殺 兩個是仆人 中文沒有譯錯 的確那兩個是仆人 不過 為什麼經文要用 年輕這個字 來講以殺 和兩個仆人 你想不想到啊 你聽不聽到一個 hint 他們走去 上帝所指定的地方 在香港走了幾天 走了三天 拉比華 阿伯拉罕想 這三天 或者上帝會改變主意 如果他不用要以殺 我還有兩個後補 我帶著三個出門 阿伯拉罕不是那個沒有感受的父親 犧牲以殺 完成自己屬靈信心的壯舉 不是 不是 我還是沒有辦法能夠接受 這件事都是 翻譯完出來之後 都好像 不是很 convincing 第三個的線索呢 或者你可以再考慮一下 第六節 阿伯拉罕於是 阿伯拉罕於是 就把梵製的柴放在他的兒子以殺的身上 自己手裏面就拿著火和刀 當時不是打火機 所以這個火是火把 是燃燒著的火把 不是火種 不是火石 不是放大鏡 更加不是打火機 刀呢 這個字不是說切牛肉刀 不是說短的匕首 是說長刀 甚至可能是圓圓彎刀 阿拉伯人那些彎刀 就是藍在那裡 沒有一個套的 是鋒利的長刀 這兩樣東西都是危險的 上山 不是走馬路 盧順先生說 路是人走出來的 本來是沒有路的 所以父子兩人上山 那條根本沒有路的 總之就是要走上去 阿伯拉罕怎麼做呢 他把柴放在他兒子的身上 很明顯 背背囊 不會抱在前面 當然背了後面 如果要跌倒 其實那些柴都可以幫以殺 賤一賤 不太相似 他把乃圓彎刀 在父親的手上 一手上 刀和火把 長刀和火把 阿伯拉罕自己拿著 阿伯拉罕沒有想到 你遺憾死的是你 所以危險的你拿 有什麽三長兩短上帝 不好意思燒了半隻耳朵 不是 不是 阿伯拉伯很疼以撒的 在這些蛛絲馬跡當中 你可以想像他的內心是怎樣 所以經文記載下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以為是想到山上 那就開始緊張了 你讀下去 於是二人同行 第七節未到 第八節未到 第九節到了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阿伯拉罕在哪裏竹塔把柴擺好 這個就是moment of truth 這個就是關鍵的時刻 如果電視劇拍的話 就應該星期五晚上在這裡結束 就駁你追星期一 追下去 猶太人都是他們稱這一段經文的題目 叫做阿奇達 阿奇達就是希伯來文捆綁這個字 最重要的那個字就是捆綁 來到這個時候 阿伯拉罕受到考驗了 他真的去捆綁他的兒子以殺 放在譚的柴上 如果我們做畫劇呢 就下面那句阿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就要殺他的兒子 那一下就freeze 拍電影 就停在那裏了 不過這一張的經文呢 可能那個焦點 不在上到山上的 這一張的經文呢 其實用了幾個重複的技巧 把我們的注意力呢 是集中在上山 阿伯拉罕和以殺的對話上面 有些什麼重複呢 第一 於是二人同行 第六節 講完那些柴 那些火和刀之後 就講於是二人同行 看不看到這句話 在哪裏再重複呢 第八節 結束 對話完畢 於是二人同行 這個中文翻譯也很清楚 第二個重複呢 以殺對他父親說 阿伯拉罕說 父親阿伯拉罕說 我疑我在這裏 我在這裏 在這段聖經出現了三次 第一次 是第一節 阿伯拉罕對神說 我在這裏 第三次 十一節 耶穫說的使者 同天上夫叫他說 阿伯拉罕阿伯拉罕 他說 我在這裏 中間那次呢 以殺對阿伯拉罕說 父親阿 他說 我疑我在這裏 中間那次 是在這段對話裏面出現 兒子 是這段聖經重複最多的字眼 你可以數的 差不多十次 每一次出現的時候 都有代名詞的 你的兒子 他的兒子 看到嗎 開頭的時候 上帝跟阿伯拉罕說話 就說你的兒子 於是跟著呢 滅忌術 阿伯拉罕清早起來 就帶著他的兒子 然後將柴放在他兒子的身上 但是來到中間那些書呢 我疑 我在這裏 第八節 阿伯拉罕又說 我疑 我的兒子 這個重複 去到中間 去到核心 我疑 以撒問父親這個問題 其實是代表 以撒都是一個很聰明的後生 苦苦無怨子 阿伯拉罕很聰明 上帝一開聲 他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以撒都不蠢 以撒問他父親 問什麼呢 以撒說 以撒問 火和柴都有 但凡濟的陽高 在哪裏呢 以撒問得很軟 以撒問的問題 提到三件事 火 柴 這兩件事是有的 見到的 火把 在父親的手上 柴 在他的背部背著 以撒問這件事是沒有的 漏了的 楊高 我們要上去憲制 楊高 在哪裏呢 但其實以撒 還見到一件事 他沒有問到的 你記得嗎 刀 在他面前閃閃亮的那把刀 他不敢提 所以以撒很遠轉 像我女兒一樣 他想吃我吃的東西的時候 他說 爸爸 什麼來的 他不是說 我想吃 可能兒子 我想吃 女兒 什麼來的 以撒說 凡濟的陽高在哪裏 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沒有想過 他的兒子會這樣問他 阿伯拉罕在這個時候 怎樣搭以撒呢 經文說 阿伯拉罕說 我兒神必自己預備 作凡濟的陽高 中文這個翻譯沒有譯錯到 不過這樣譯法呢 就我們看不到 原來這句說話 都是一個重複 原因是因為他把重複的動詞 譯了一個意思出來 就沒有譯到一個字面出來 神自己預備 這個預備這個字呢 其實直譯出來 如果你是英文的譯本呢 就會有一個 footnote 神必看見作凡濟的陽高 神必看見作凡濟的陽高 神必看見的樣高 神必看見作凡濟的陽高 看見等於預備 其實是對的 神必看見作凡濟的陽高 看見等於預備 我很記得我外父過世之後 我們去完安息禮拜回到家裡 我太太的大家姐 抱著她的媽媽我外母 不用怕了 我們有這麼多人看著你的 你明白那個看著的意思 就是我們會 總之我們會看著你的 我們會顧著你的 看見的意思 就是這個預備provide 是很清楚的 不過如果這樣翻譯 我們會miss了之前 其實出現過的看見 之後又出現過看見 之前在哪裡出現 在第四節 到了第三天 阿伯拉罕舉目 遠遠看見那地方 那地方就是上帝吩咐他獻犯祭的 叫做摩利亞地 這個譯音 我們沒有辦法能夠 可以意會到它在希伯來文的重要 摩利亞這個音在希伯來文 其實就是和看見這個動詞的音是相似的 所以已經第二次出現 就是看見 到了第三天 阿伯拉罕舉目 他就看見那看見山 如果這樣譯 你就明白這個重要性 第三次 十三節 天使和他講完說話之後 阿伯拉罕舉目 前面講舉目 第四節 十三節講舉目 看見 看見什麼 有一隻公羊 兩隻角 扣在籌物的小樹中 所以這一書阿伯拉罕講 我而神必自己看見凡濟的陽高 其實又是一個重複來的 阿伯拉罕講的是什麼呢 阿伯拉罕說神看見 是吧 其實他沒有說那句 是很誠實的一句 就是我看不見 神看得見 第一次阿伯拉罕看見那個看見山 其實他看到什麼呢 他看到難題 他看到上帝叫他做這件 他很不想做的事情 他有沒有答案 答案可能已經在了 那隻羊 不是在十三節 阿伯拉罕舉目 觀看 不料有一隻羊衝出來 然後那隻角 才困在那棵樹上 不是這麼說 其實那隻羊一早就在了 不過阿伯拉罕太緊張了 上到山上他做什麼 他倒下頭 他連以撒都不敢看 竹壇 擺好柴 接著捆綁以撒 接著拿起一把刀 他一路的眼睛沒有離開過 那個方圓 是吧 三呎的地方 那隻羊一路在那邊 一路扣在樹 他看不到 他沒有看到 在他上山的路上 他有沒有看到那隻羊呢 當然看不到 除非我們經常都會這樣做 我們求神給我們看見 是吧 我有信心 上帝 你給我一個異象 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就見到你為我預備的答案了 很多人以為信心是這個意思 你看不到 我看到 我有信心 聖經不是這樣說 希伯萊書十一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下面一句 未見 是未見之事的確句 不是看見之事的確句 信心是甚麼 阿巴拉罕這句說話 說得很清楚 給我們看到 他看不見 到以撒問他這個問題的這一刻為止 阿巴拉罕所看見的 都只是個問題 上帝叫他做一件事他很不想做 他遵命 這兩堂 我們在說著遵行上帝的吩咐 羅雅起了方舟 經聞沒有找到羅雅的心情是怎樣 不過來到阿巴拉罕這一件事情 我們就發覺遵行上帝的吩咐不簡單 是不容易的 不是機械人 上帝說我就聽 阿巴拉罕是一個信心的代表 他真的很有信心 他知道 所以以撒問他這個問題 他沒得準備 他不可以跟兒子說 兒子你讓我回去禁食祈禱三天 然後我回來回答你 不行了 那兒子就害怕了 所以阿巴拉罕只有三秒鐘 聽了兒子問問題 走一步 第二步就要回答 我疑 還有一秒鐘可以想 神必自己看見 如果他不是真的這樣相信 他答不出這句 這句不是一句 操練過之後的model answer 這真是他的conviction 是他的信念 所以一按下去 他反應彈出來的 只有三秒鐘的時間準備 我看不到 不過不要緊 有上帝 上帝看見就夠了 關鍵不在於我看到 還是看不到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面對難題 最大件事就是我要知道答案 我要看到出路 阿巴拉罕說不是 神看見 神看見就足夠了 我看見還是看不見 或者神何時讓我看得見答案 不是我決定的 阿巴拉罕接受這個考驗 你留心是他不能準備 我相信上到山上 那個捆綁的行動出現 阿巴拉罕很有心理準備 你一路度著他的血壓 一路會飆高 你度著他的心跳 一路會加速 但是在路上 突然之間的兒子 你可以說很innocently 這樣問 父親啊 是 在那 就問的了 凡濟的陽高在哪裏呢 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 這個考驗臨到 事實上 事實上 阿巴拉罕的past 還是fail 在路上已經決定了 這張的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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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的注意力 擺在對答的第七、第八節上面 告訴我們上到山 其實已經不是很重要的了 是 有一個神學院 考試 考基督教倫理 要考試 所以同學每個都趕回去 不可以遲到 進去考試之前 在大陸的路口 就有個乞丐 那天坐在那裏 各個學生經過 都要問他拿錢 那很多學生就趕時間 就沒有空了 只有一個學生 聽說還是累的 就蹲下 關心這個乞丐 就照顧他 結果錯過了一個考試 到最後呢 只有這個同學合格 所有其他同學都fail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是一個考試的老師 請回來的演員來的 那個才是考試 進去的那些考試是假的 因為考什麼? 考基督教倫理 你不能只有一些頭腦知識 你真的遇到有需要的人 你怎麼做呢 個個都好像 就很薩瑪利亞人的比喻 裏面的祭司和利美人 怎麼走怎麼走 你懂得多少東西有什麼用 我若能說萬人的謊言 並天使的言語 卻會有愛 明的樂響的拔 抵肥 所以 試驗不在山上開始 你以為九點鐘考試 你八點半去到市場門口 然後調暈呼吸 再找一次書 坐狗走進去 坐定在那裡 然後開始認考 不是 其實考試在你坐巴士的路上 你沒有準備的時候 已經考了 往往信心的考驗 是在那些時刻 離得最真實的 你準備好建牧師 信仰問答 我要洗禮 哇 背了所有的摩托灣十年 自己得久見證 都被人看過 然後標點符號都背了 那些你作的 未必是真的這麼真心 阿伯拉罕通過這個考驗 神試驗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其實是那個試驗 那個試驗不是試他肯還是不肯 其實信心之父也在這一處 就是試他的信心 結果試到信心的關鍵 不是他有還是沒有 我們經常都搞錯 這是第三項 我有信心 我沒有信心 什麼是我有的 什麼是我沒有的 我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沒有答案 我有答案 不是 那個考驗就是 你知不知道 你有你沒有其實都不重要 你知不知道上帝有沒有 上帝看不到 上帝看不到 上帝看見就足夠了 他一定有答案 他一定有意思的 是他決定的 整件事情到這一刻 阿伯拉罕回答以撒的時候 阿伯拉罕都仍然是莫名其妙的 阿伯拉罕都不知道上帝搞什麼 但是阿伯拉罕仍然相信上帝 他說上帝看見 我看不見 不要緊 我看得見看不見好小事 羊的造影在那裡 羊不會因為阿伯拉罕看不見就隱形了 就走掉了 上帝看見 所以到最後這個山改了名 第十四節 阿伯拉罕給那地方 起名叫耶和華爾納 中文聖經有幾個細字 意思就是耶和華必如備 你懂得讀了 如備 那個字應該翻譯做 汗見 耶和華爾納 就是耶和華爾納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汗見 譯做預備 我們還有些爭吵 就是上帝預備給阿伯拉罕 不是阿伯拉罕預備什麼 所以這個預備 為什麼譯得這麼怪 必有預備 必有汗見 那就是雙方面都對的了 上帝看見 這個是阿伯拉罕口裡面說的 阿伯拉罕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也都有看見 他有發現 他明白 在人生當中 還有很多的事情是會這樣出現的 這樣出現的時候 阿伯拉罕的信心是什麼 不是他有多少 不是他能夠看到多少 我越信主得來 我信心越充足 我就越能夠早些看到答案 你搞錯了 這個不是信心 你記得 未見之事的確 信心 就是能夠在你看不到的時刻 你仍然深深深知道 上帝看到 夠了 上帝看到 他何時讓我看到 不是我的問題 不是我的決定 是他的決定 結果在這一次裡面 是來到阿伯拉罕 拿起把刀的時候 神的使者就攔了他 然後他定神下來 唉 如果一早看到 就不用那麼害怕 是吧 其實他一走到山上 如果他拿到羊 我想他定很多 是吧 就是他所有的行動 都完全 那個動作不同了 很有把握 沒有 我們就是這樣 是吧 上帝預備好了 上帝一早看到的 答案在那裡 是我們騰的 阿伯拉罕 學到了 所以他改這個名字 提醒他自己 耶和華漢傑 耶和華爾蘭 未完的 在我給你的講義上 你看回阿伯拉罕的經文 你留意到 阿伯拉罕的生平 很特別的 創世記記載 每一件事情都重複 你是否有那個outline 在那裡 有些A,B,C,D,E 你match 你便說沒有 即是所多馬,摩摩拉 天火焚盛 怎麼會有重複 如果你只把注意力 放在所多馬,摩摩拉 就沒有重複 但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阿波拉罕救羅德 索多馬阿摩拉是第二次的 第一次是四個王和五個王打仗 阿波拉罕救班羅德 上帝和阿波拉罕立約 阿波拉罕和菲利斯和阿比米勒立約 重複 出加勒底的吾爾離開本地本族富家 這個重複很有意思 阿波拉罕一生人沒有回鄉下 所以沒有第二次重複離開富家 但是利伯家 你記得那張很長的經文嗎 阿波拉罕為兒子娶妻 把老僕人回家 講了三次的整個故事 很沉氣的 長篇大論相對的 是利伯家一句的說話 我去 到最後 決定在他那裡 父親拉班說 我們很難做的 讓女兒自己決定吧 利伯家說我去 他的離開本地本族富家 和阿波拉罕離開本地本族富家 在經文的結構上面 是互相呼應的 二十二章 你看到嗎 如果你知道那個主題是 耶和華漢見 那就有重複的 獻以撒就沒有重複的 重複在哪裏 十六章 如果你有聖經在手 我幫你讀 因為你很少會這樣看到這一節的經驗 創世紀十六章 十三十四節 創世紀十六章 十三十四節 找到嗎 我們一起讀這兩節的聖經 下格就清那對他說話的野和華 為看顧人的神 因而說 在這裏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魔 所以這井名叫比爾拉海來 這井正在家底絲過巴列中間 這裏記載的是第一次下格離開家 不是被趕走那次 是第一次 當時他很痛苦 其實他是pregnant的時候 走了去曠野 在那樹上帝跟他說話 於是他就問十三節 下格就說 在這裏我看見那個看見我的 你懂得讀這句說話嗎 看見重複了兩次 其實前一次已經有一次了 下格就清那對他說話的野和華 為看見人的神 最一節經文裡面講了三次看見 還有第四次 十四節 我譯音了 你看不到的了 那個井的名字就叫做 比爾拉海來 看見人的神的井 看見 這個主題 看見 上帝看見誰 上帝看顧的人 上帝看顧誰 上帝看顧以慘 當然 因為他是 應許 阿伯拉罕的後代 上帝看顧阿伯拉罕 當然 他這麼重要 這些是領袖給熟靈的為人 信心之父 我們搞錯了 二十二章講上帝看故 上帝看見阿伯拉罕和以殺 但是之前十六章已經講了 是第一次講先過二十二章 上帝看故下夾和以殺 下夾是誰 下夾是奴隸 下夾是兒子 下夾是single parent 單親母親 以殺馬利是誰 他不是上帝的應許之內 他沒有在上帝的簡選之內 上帝就不看顧他了 你這樣看而已 成經不是這樣看 我們今早講的家譜 我給你看看以殺馬利的家譜 二十五章 十二節 薩拉的侍女埃及人下夾 給阿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是以殺馬利 以殺馬利兒子們的名字 按著他們的家譜 圖拉都記載下面 以殺馬利有幾個兒子 十六節 以殺馬利眾子的名字 而照著他們的村莊刑寨 作了十二族的族長 中文聖經真的有時候很幽默 他譯到族長 就族很多了 如果他譯到十二個支派的祖先 突然之間那個feel就很不同了 你敢不敢說得到 十二支派是說誰 你說以色列 所以中文聖經認為支派只可以逆選民 只有以色列是十二個支派 以實馬利是十二個族 聖經沒有這麼分 以殺和以實馬利是同一代 以殺有幾個兒子 你記得嗎 不記得今晚說了 兩個 以實馬利有幾個兒子 十二個 以殺去到雅各 再一代才是十二支派 以實馬利的下一代已經是十二支派 哪一個非威和其他人 聽不聽到那個比較 這個是應許的 上帝祝福 一定祝福 一定祝福 當然祝福 上帝誰都會看顧以殺 以實馬利 下監 上帝一早祝福 在現代還早了一代 十二支派 可惜現在有十二個族 還放在家鋪上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請問以實馬利有什麼人的祖先 阿拉伯人,誰說今天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戰爭 耶和華上帝是站在以色列那邊的? 誰說的?美國說的?布殊先生說的? 聖經不是這樣說 上帝站在哪邊?上帝不站在哪邊的 我們上帝經常要站在哪邊,很辛苦 上帝站在我那邊的?不是 上帝說我看見以色列和阿拉伯 我同樣看見哈加和以色列和阿拉伯 我們今天抄襯了這句就是耶和華以勒 你都寫過了,書籤也好 鼓勵人家的說話也好 下次麻煩你高檔些抄給伊拉海內 沒有人認識的,對了 住在出處,十六張 然後加多一句,parallel,平衡,二十二張 上帝不是我們的偏見 上帝只是關心教會的領袖 不是,上帝是關心單親的母親 上帝只是關心那個應許的後代 不是,上帝是關心那個被趕出家門的伊什瑪利 誰說上帝只是關心以色列復國 不關心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當中的基督徒人數 多過猶太人當中的基督徒人數 我去年二月一年前,在英國倫敦開會 認識了一個,大家都是在英國讀神學的弟兄 他是在黎巴嫩的神學院教書 他是阿拉伯人,聽下去 我們教會的歷史是可以一路追上去 士道行轉安提阿教會 敘利亞這個地方就是安提阿這個地方 阿拉伯 上帝祝福,上帝看顧 上帝簡選以殺和他的後代 不代表上帝不理以色馬利下教 是我們看東西看得很窄 看在一邊 我們以為上帝是這樣看的 所以什麼是信心 如果22章從阿巴拉罕的記載 和16章一起讀 信心 為什麼我們看不見 其實我們看到的很窄 我們看到一邊 信心就是肯放下我們看到的那一半 我們嘗試學一下用上帝所看到的 來代替我們所看到的 阿巴拉罕真的兩個都這麼捨 當然不是 他是信心之父 他都會有限制的 他都會有偏心的 你和我都一樣的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其實都是有限制的 如果每樣東西都要靠我看到什麼 這個世界就真的打仗了 信心 我們常說信耶穌 我們是信徒 信是什麼意思 是我們願意用上帝的愛 用上帝的長闊高深來代替 放下我們緊緊看到的 我們以為看到的 我們很緊張我們所看到的 不是 是上帝漢見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讀阿巴拉罕的生平 其實每一段我們都可以慢慢地讀 不過我今次來 我提議有五堂的聚會 Ellen都問我可不可以四堂 三堂 所以時間所限 阿巴拉罕我們只能夠看 一個最重要或者最中間的一段經文 但是你看到那個貫通文 看到跟十六章一定要一起看的 不可以只看二十二章 你只讀二十二章 你得到的結論就是 上帝祝福阿巴拉罕 上帝祝福伊莎 上帝祝福雅各 上帝偏心 上帝只是愛以色列人 整個問題的起點 就是因為我們讀創世紀 讀二十二章沒有讀十六章 你將十六章和二十二章放在一起 上帝看顧下格 上帝看顧以色馬里 上帝看顧阿拉伯人 上帝同時看顧以色瓦各十二支牌 你這樣去看上帝 你這樣去看什麼是信心 我聽說你們很少問問題 今早已經破了紀錄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應該是祈禱結束 請大家問問題 我儘管循例問一下 因為你知道教書很重要的 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沒有 我知道接下來有幾個workshop 等著要開球了 但如果你有東西想問 或者想說 一分鐘有沒有問題呢 你問以色瓦是否因為信任的爸爸 這是否他的信心 以色瓦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以至到在昨晚 你記不記得我們講的五段故事裡面 是沒有以色瓦的 其實以色瓦是一個 為什麼沒有他 你有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昨晚沒有人問過你 我沒有給你時間問 我也會 你有會 在創世紀的重要人物 就是那人 羅雅 阿伯拉罕 就跳下去雅各 然後就十二支派 十二兄弟 以色瓦是一個很靜的人 如果今天講默想 就找他做patron saint 就對了 他是那個在田間默想的人 其實那段是什麼日子呢 那段是他等著見他太太的日子 他知道 一定有送信回來的 你不要以為以前的人這麼傻 一定有DHL的 所以那個老仆人一早已經傳 飛鴿傳書也好 封火台也好 由於當時一定有辦法 就已經訊息 已經送回阿伯拉罕 和以色瓦的家 在家裏面 以色瓦知道他的仆人 和他的妻子 未見過的 不過老仆人讚得很厲害 就是要有相機買回來 沒理由沒有相機 沒有人會畫的 你以為以前的世界這麼傻 一定有畫出來的超像 畫的當然比真人更漂亮 以色瓦在那裡做什麼呢 以色瓦不是走來走去 去襲神家 還是在那裡灑香水 不是 他走了出去 田間 安靜 默想 是很特別的 這個人 很特別的 以色瓦怎樣 經文很少說 或者他很神秘 不是 其實我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人 他來了營營 他當然沒有來過 透明 他身邊吃一頓飯 你都不覺得他在那裡 很靜的 但他在那裡 他不是睡了覺的 他不是整天好像華傑那樣跳出來的 每一件事你都聽到他的聲音 聽不到他的聲音 你都聞不到他在那裡 有很多人是像以色瓦那樣的 在那裡 不過不會成為主角 沒有注意力 那些spotlight不會射住他的 緊不緊要 你自己決定 下甲緊不緊要 以色瓦利緊不緊要 你自己決定 所以 有時候我想在這個問題的背後 就是阿巴蘭這麼有信心 以色瓦也要有這麼有信心 不一定的 人是有很多varieties 有很多不同的 我想我們當中 如果有機會給你們講一下 每一個人生命的故事 我想很不同的 有些人一開始就已經驚濤蟹浪 大起大落 哇 已經見過世面 有些人十八年如一日 平靜如水 還要是那些不淡不咸 又不熱不冷的 那些溫水 但是他過了 這個是創世紀裡面的人物 是很真實的 不是故意 故意為了 要做一些很轟烈的人物出來的 我想這個是以色彩 很特別 是我們沒辦法能夠說他的 一個很重要的 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新教育的神 所以上帝的名字 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以撒有份的 雖然他這麼正 所以沒有主角的那個 射燈射著他 他在這裏 還有沒有問題 請 我剛才小組有個問題 但不敢問的朋友問了個問題 好吧 我當是你的問題 你說 創世紀說了很多是甚麼 不是 講科學 不是說甚麼 那是甚麼 那是說些甚麼 可不可以再說些甚麼 第一晚我們從 outline 入手 我們說創世紀是有十一段圖蘭都 五段是家譜 六段是家譜 五段是故事 一段是intro 隱言 所以創世紀是講這五個的故事 你從哪裡開始去認識上帝呢 不是從宇宙萬物 不是去打坐冥想 不是科學 不是哲學 是從生命 有五個很真實的生命的記載 他不是從出生到他死 羅艾奧的例子 我們今早看了 阿伯拉漢豐富很多 不過我們時間所限 我只能夠抽其中一段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段 跟大家來分享 有時間 你跟Steven再查經 可以再看阿伯拉漢 每一個的過程 講他的生命 今晚我們看雅各 再看下去 講藥室和他的兄弟 我想這個是創世紀要講的主要內容 這個是阿伯拉漢 阿伯拉漢 阿伯拉漢 好 我們停在這裏 我將時間交給你們 好 謝謝施楊 自己下級的 阿伯拉漢 你